政治消息持续关注是准台北市长蒋万安 他的小内阁名单 仅有第二波的人士公布了 而其中亮点包括两位不到40岁的年轻局处首长 而身份的大多是律师同行还有新创相关 大胆用心人之余也有许多老将回国 包括2014年曾经担任台北市教育局长的汤志明 回国训任了 而劳动局长也由高宝华继续担任 欢迎市长的当选人蒋万安先生 率团前来台北市政府 准台北市长蒋万安交接工作马不停蹄 第二波人事布局也在14号发布着重年轻创新 这一次的三大特点包括了民间的人士 还有年轻而且还有创意 摊开第二波人事来看 以宪兵受将指挥官李治安出任兵议局长 而东吴大学资源长姚书文担任社会局长 还有曾任桃园市府消防局副局长的莫怀祖 担任消防局长 另外两位七年级生成为这波人事亮点 包括法务局长连汤凯 资讯局长赵世龙 都是未满40岁的年轻人 大胆用心人蒋市府终于有心面孔 但其实也有不少老将名单 包括曾在客市府第一任期 担任教育局长不到两年的汤志明回国续任 而现任劳动局长高宝华在接替陈信于职位后 也将留任蒋市府 但包括第一波人事就累计多位好科市府人马回国转任 大家理念一致嘛 就是希望能够替劳工多做一点服务嘛 然后他有一些想法 我觉得那想法我也认同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市长愿意为劳工服务 我觉得也是可以经一己之力 多学校校舍也比较老旧 那将来都有一些改进的需要 他对教育呢也非常关心 是让我们蛮感动也蛮佩服的 就与新知进入首都市府 剩下不到十位局处首长名单 蒋市府就职倒数计时 这锅饭能否相田端出考验蒋万安智慧 记者苏职杰林汉庭采访报道 准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布了第二波小内阁名单之后 第二位副市长人选始终悬缺当中 而今天他展开了是感恩参愧之旅 我们独家访问到他 那么他特别说了持续征询当中 也是进行顺利会有好的进度 而国民党上上下下一致认为 立委李奕华他出任几率高 感碍于补选的议题 走进会场迎来的就是一阵欢呼 记者独家掌握准台北市长蒋万安 十四号中午一连三场感恩参会 其中是林后援会席开五十桌 要对地方人士表达深深感谢 只是小内阁锅盖掀了两遍 第二波人士出炉 始终不见第二位副市长人选 我想我们都在进行相关人士的征询跟安排 那只要有结果我们一定会跟大家来报告 跟大家介绍 剩下不到两周时间副市长辅佐大卫依然悬缺 但据传不是因为找不到人 而是内部还在沟通协调 其实国民党上下从地方到中央 没有二薪都认定立委林奕华就是唯一人选 而这选项蒋万安似乎很有信心 所谓好的进度指的是不是林奕华呢 其实变数并不大 只是有了蒋万安选前请辞立委 没有向党中央知会的前车之鉴 蒋团队这次和党中央充分沟通 毕竟当前还有台北河南投两场立委补选 实在经不起在一场地方选战 也因此林奕华二月份辞立委在就职 似乎已成党内共事 台北市小内阁的规划都尊重蒋万安市长的安排 与宣布党中央会视情况来做最好的安排 现在就是以座交接的这个小组窗口的一个成员 那至于讲说在12月25号之前 当然万安市长他也持续的来做这些征询 也懒希望都能够到位 讲万安新科市长即将上任 但第二位副市长持续空缺 坚持闷饭闷到最后一刻 难免让人捏把冷汗 记者苏职杰林汉婷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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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